好兄弟吃好料 拜拜流程有陷阱 正確觀念要知道 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 今天我們一開場就要大請客 就擺了這麼多東西 是為了什麼 請客請誰呢 請看不到的 是… 這個我們要尊敬一點點 中原普渡到了 是… 因為明天就是中原普渡 一年一次對不對 很重要 對於很多如果是信奉 這個宗教的人來講 我們桌上所放的東西 都非常的熟悉 對 是 三生四果 加上飲料 甜點什麼都有 買一些自己愛吃的 絕對是這樣 分享一下 對啊 對 那但是呢 我們這個燒香 精子 我們在準備這上面呢 大家準備的那個程度 多講究 我相信每個人是不一樣的 對 不一樣 有人覺得說精子要買很多很多 才代表誠意對不對 對 所以 來 這個東西最上場應該算是他的 只要有這個話題 他一定出現 看了他的臉就知道 就覺得 就想塞一顆橘子然後怎麼樣 就是東元末竹 這個東西好不好 我跟你講 這個拜拜其實大家都大同小異 但是我要講到就是 我們在中元朴度的時候 我們拜拜 其實有很多人 香跟精子它有差別 香嘛 拜拜那個香嘛 那有沒有香 這裡啊 香啊 香 香有差別嗎 你看 香有黑色的對不對 有黑色跟咖啡色 咖啡色 那你知道這差別在哪裡嗎 在哪裡 其實黑色呢 一般是在拜這個所謂 是陰廟 主仙 對不對 對... 就屬陰的 真的還假的 真的 拜神 然後咖啡色呢 神明都是咖啡的啦 對 拜神明的時間 可是像家裡拜佛舟 不是就是神明跟公寶 就是一起拜 對 都是用這種 對...是這種 所以普渡才會用到這種 對 就是陰神 陰神 陰廟 陰廟 然後精子來講的話 精子在七月份 跟我們平常拜一拜 土地公廟有什麼不一樣 它有多一個 鞭衣 精衣 你知道 這個啊 對 那個叫做鞭衣 你好懂喔 而且呢 這個燒得怎麼樣 給他們衣服 對啊 這個有書子 有什麼 你看它裡面有圖案 就是日用品都在上面 對 日用品都在裡面 那你們拜的話 中文普渡你們都在哪裡拜 住公寓嗎 還是 就是中庭 像我們現在都是社區 現在都社區團拜 公圖 社區不是中庭 就是在外面門口 對... 大門口的 對 心理也是這樣 其實老師說我們家也是 像我媽媽小時候也是 都會做熟食那些 對 就很講究 可是你知道年紀越來越大 譬如說以前說 媽沒關係 就不要做熟食 就是有三生就好了 然後到現在三生你就不用 就媽 那水果就好了 然後到現在就說 媽 沒關係 餅乾 對 餅乾就好了 到最後說 媽我法會有給她一千塊 那個法會就好了 越來越冷 然後而且說 沒關係 身材著你 就好 重點是 這樣很沒有誠心 可是我就想說 好 沒關係 這媽媽加 我想說叫到婆婆加 總第一次總是要先做一下 當然 假裝一下 可是就因為那個籽錢 出了很多問題 因為啊 像譬如說我們家 如果說像媽媽那邊 我們都會認識蔡吉亞 那個賣籽錢 她就說 這個大概一百多塊就好 她就幫你配 她幫你配 可是因為我老公去買 然後她又不大懂 然後那個想說 感覺就是可以好好的 給她刷牌一下這樣 這個沒有人在砍架的吧 不是 之前 五百多 就是讓她好好宰一下凱子 對 宰凱子 不是砍架 妳覺得 她買的量很多嗎 五百塊 她就是很多金子串 她還看到我 她還買了很多 我沒有看過的 不是 沒有看過 我沒看過 就是比方說 她有美金 有耶 這真的是美金 然後還有就是有金塊 對 金塊有那種金磚 有那種小小打開是三個的 然後有那種 一針個很大的那種金磚 然後重點是 我婆婆看到的時候 我婆婆就很生氣 我婆婆說 不要金磚 不要給我買幾個 拿去拿 然後我就說 沒有人在退這個東西的 然後我老公說 沒關係 那不要燒嘛 留著下次用 我老公說 我用給誰 那叫做留著下次用 老公家八十幾歲更近 妳這次留給我的是不是 好不好 沒禮貌 然後我想說 我婆婆也要做個面子 然後他變成這樣 結果我老公也很生氣 然後我婆婆也很生氣 我想說那怎麼辦 然後我想我趕快拜完 然後就叫我老公說 趕快下去 趕快下去 趕快下去燒紙錢 全部丟進去就好了 然後反而就是 搞得下面有下去 看那個金磚也是烏煙瘴氣 然後我們家也烏煙瘴氣 照大家家弄下去 煙 灰 還是什麼東西 在吃的東西 對於健康的危害 來 今天我們來探討 好 我們來先看危機一 拜拜燒香焚燒紙錢 恐怕會致癌 我每次想要大家抽吸菸 什麼抽二 首先大家警告你們 會致癌要小心 這大家都確定 那到底我們燒香 燒紙錢到底會不會 2005年那個消機會 就乾脆我們來做個研究好了 我們每次去燒香 拜拜的時候燒金子 眼睛很刺激的 到底裡面有什麼東西 當然發現有幾個 一個叫做甲本 甲本是什麼東西 它就是一個揮花性的刺激的物質 你會眼睛睜不開 那很難過的 那大部分都是那一類的東西 那甲本它剛開始 你摸手會刺激 眼睛的黏膜 鼻腔的黏膜 那些都會不舒服 可是它在吸進去裡面之後 會引起你的中樞神 你就會開始頭暈暈的 吸開起來就頭暈了 那這樣也會影響到 你的中樞神經系統 但吸到血液循環 你的肝腎功能 事實上你就一直要去排毒 事實上對它們也都有毒性 然後這類的在久了之後 發現事實上它跟很多的肺癌 還有一些血液的 像一些白血病 淋巴癌都有關係 嚴重 還有一個最有名的叫 多環芳香氫 這大家都聽過 不然我們的摩托車 我們烤肉 我們每次都要警告 大家都會產生 這叫什麼PM2.5 什麼懸浮粒子的那個 那個是一個很細的 一個懸浮微粒 它引起了癌症就更多了 包括一些膀胱癌 肺癌 淋巴癌 都跟它有關係 除了這些之外 大家有沒有想 那些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要拜拜的香 那拜拜的香 你不小心摸 常常會紅紅 對 那個油膜 對 那個東西 我們講說 這個東西事實上 他們消息會去看裡面 大概驗出兩個東西 一個是含鉗 一個是含隔 這兩個叫做重金屬 那鉗的中毒 大家不要清楚 鉗就是那種 會影響到你中樞神經記憶 會變成 然後會影響你造血 貧血 鉗中都會造成貧血 然後隔中毒 大部分都是一些骨頭肌肉的一些問題 所以這當然是 我們講說在燒香 還有一些燒紙前的時候 這個要特別注意幾個問題 但如果我們沒有聞到的話 是不是就代表沒事 這個不是 沒有聞到並不代表這個是安全的 就像這個PM2.5 有時候我們常常就說 這個道路滿害的 什麼空污止爆了 其實我們都沒有聞到任何的味道 但是這個傷害已經造成了 那其實現在那個台大的楊半瓷 校長他就說 三年後我們的國病 可能變成這個什麼 肺癌 肺病 那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還是建議心塵則靈 其實燒的香汁越少越好 那當然也盡量不要燒紙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燒香燒紙 盡量減少 而且我真的建議 盡量買這個國產 或者是這個環保的 因為很擔心 現在很多來自越南 或來自哪裡 對 東南亞 那這個當時的 有一些這個時代的背景 然後他們有一些落葉界等等 那我覺得會給我們帶來 更多的危機 所以真的是越少越好 對 還是很有可能有機率 可以接觸到這些的話 那我們燒香燒紙 前這些毒素 要怎麼樣 只有吃可以排出來嗎 對